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要收操纵费啊 然后呢 有的时候在冲动之下买回来的东西 后来也不见得适用 那这种教训也是花了很多钱 有很多是经验你才慢慢学会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出国一定要买东西 不然你出国干嘛 对不对 那么带回来的东西都是长远的记忆 可是呢 到后来的话 像我的话已经旅行了太多太多次以后 能够让我还愿意买的东西 那就真的是不多了 那这次跟大家报告 从上海跟北京带回来什么东西 其实这几个是给我小孩子啦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你到了北京就要吃糖葫芦 他就做得跟糖葫芦一样 所以我觉得现在会让我 他钱包的东西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东西 通通都是觉得说嗯 就看到他你就会微笑对不对 我不能把北京的糖葫芦带回来给小孩子 可是我可以给他一根这个糖葫芦啊 这是一支笔啦 对不对 对啦 一支笔啦 那光是看着插在鼻桶里就会喜悦 另外一个是我想给我儿子的啦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用 因为他各种包包都有了 你买其他东西他也不见得需要 所以这上面写的时候 yes we can 我只是觉得我看到这三个字 就觉得很有能量 所以希望让他给我小孩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猫的项链 因为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猫 然后呢 这个是马 马的这个正反面 正反面的设计都还蛮不错的 因为我两个孩子都属马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在 明明知道去的都看的是一样的 可是还是会去吃个暴毒 那就是这王福姐的这个小吃街了 那这是怎么带回来呢 我又不能带暴毒 也不能带那个糖葫芦那怎么办 我就看到有一家 坦白讲这个价钱也不便宜啦 我就买了一些回来 就这里面有各种腰果啦 无花果啊 莲子 百合 花生 蜂蜜啊 各种糖的东西 就是它分五层 然后五层通通都是不同的这种坚果做的东西 那我也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啦 这个带回来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喜欢它这个包装 它没有给我那个传统的那个新式的包装 而是一种会想象中就说五十年一百年前的那个北京人 也就是用一个这样子的纸包起来的东西 我喜欢这个感觉 所以又是一次包装成功的 那这次带回来的东西里面最好笑的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买到 可是我看到它我就买了 各位 这是一个好像吊干的一样东西 这个吊在旁边 然后这边是一只鸟 它给我的时候是收钱 现在我把那个伞打开来 然后各位 这只老鱼会飞 你看到它有什么感觉 是跟我的感觉一样 所以差不多台币 20块吧 我的明币20块 台币一百块钱 我就把它买回来 我就真的是 反正你摆在家里面或摆在门口 或者送给你的小朋友 他们一定看了会很喜欢了 对 你还有听到那个声音哦 所以这次就是2014年的年头 我去北京跟上海带回来的送给自己 送给家人的小礼物 这样子好了 我祝福大家2014年 这就是老鱼一样的 宏图大展 心想事成 人生有方向 哇 他还可以这样子 可以吹掉的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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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